附近航空空難召開第二次賠償金協調會 分數25戶 18戶台陸及家屬步入會場 罹難者附近航空將採同期同培原則 也比照去年7月澎湖空難 以每人新台幣1490萬元為目標 但是零地檢署調查發現 兩位殉職機師每天至少飛行6班次的任務 約8個小時而且一落地 休息僅僅半個小時就上工 雖然健檢資料顯示身體沒有異狀 但已有疲勞架勢 因為7個月內附近航空連摔了兩架飛機 民航局要求ATR機隊71位技師重新訓練 船出已經有飛行員不合格將面臨停飛 1個月內接受重訓 將在11號下午民航局召開記者會公布人數 受到民航局召回機師 可以看到原來台北飛這個花蓮 附近航空獨賣的花蓮 從今天開始慢慢負航了 但是船出有機師因為口是不過 而被當調將會面臨停飛一個月 再加上這次因為空難事件而少了一架飛機 勢必會衝擊到春節疏運 因此台鐵跟空軍將展開支援附近航空 春節疏運計畫 台鐵分別加開北花北東三天 一共四個列次的火車已經全數被訂光 國防部將派遣空軍C13動型運輸機 春節離島輸運計畫 今年也因為負航飛機跟飛行員不夠 將會分治在嵩山跟屏東機場各一架 待命支援飛金門 澎湖跟馬祖 架次數量最後依照民航局申請為主 附近航空春節期間調派A320加大機 因應國內線 其他航空公司也待命將開加班機 種種措施就是不希望附近航空機師 召回重訓 傳出有人被當調停飛 人數如果太多 加上少了架飛機 勢必衝擊春節疏運計畫 記者林英偉週一的SN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